那我们来看一些重点的非布局样式 那么为什么要区分布局和非布局样式呢 这是因为CSS布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在后面会有一个专门的一章去讲 CSS布局应该怎么写 那么在讲布局之前 我们就会先讲一讲非布局的样式 也就是跟布局无关的一些重点的样式 那这些样式主要包括什么呢 字体 字重 颜色 大小 行高 那么这个可能是跟文字相关的一些 背景 边框 这个主要是跟盒子相关的 滚动和换行 这个呢一个是跟页面相关的 一个是跟布局有一点点关系 粗体 斜体和下滑线 这个呢主要是一些装饰性的样式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 那就想到什么比较重要的 到时候一起说 这里面呢有几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会重点来说一说 一个是字体 字体的话 首先需要知道 字体在浏览器中是怎么定义的 那么在了解定义之前 有一个概念是需要非常清楚的 叫做字体足 什么叫做字体足呢 足这个字顾名思义 就是它是一堆东西 那字体足就表示 它是一堆的字体 具体而言呢 我们可以分为五个字体足 那一个呢是秤线字体 什么叫做秤线字体呢 就是秤三的秤 那么这个秤呢 就是字体周围 它会有一些装饰性的一些 比如说弯弯勾勾 或者是一些小横线 小竖线等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送体 送体它是一个秤线字体 第二个呢 是非秤线字体 非秤线字体是什么 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些 都是非秤线字体 就是它的笔画的起和收 都是非常规则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基本上用的 可以认为是黑体 那么黑体的话 就是粗粗大大的 然后头上呢 也没有什么装饰性的东西 这个呢叫做非秤线字体 除了这两个字外呢 还有一些monospace 这个是等宽字体 什么叫等宽字体呢 就大家看屏幕上面 比如说我们前面的五个字母 SERIF 那明显的看到 这个I 它占的位置是比较窄的 这样的一个字体呢 叫做非等宽字体 那monospace 就是一个等宽字体 就是每一个字母 它占的空间是一样的 我们一般在写代码的时候 编程的时候 都会使用等宽字体 那再下面一个 Costive 这个是叫手写体 这个在中文中也有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方正 静雷体 就是徐静雷写的一套字体 那么这种呢 手写体呢 也是在一些宣传 或者什么地方会用到 在网页中一般用的比较少 最后一个呢 叫Fantasy Fantasy呢 是花体 花体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中文中好像没有对应的 那在英文中 就是比如说一些非常华丽的 弯弯拐拐的这种字体 叫做花体 那这是五个字体族 它不代表一个具体的字体 而是当你指定这些字体族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会从中去找一种出来显示 比如说你指定MonoSpace 那系统就会找一个等宽的字体 但是没有办法给你保证 是哪一种等宽的字体 那第二个概念呢 叫做多字体Fallback 什么叫做多字体Fallback 这个词听起来好难理解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你一个字体指定之后 但是又找不到 那我就会接着往后找 比如说我指定 你给我用微软雅黑 那如果微软雅黑找不到 就用黑体 那如果黑体也找不到 就随便找一个非乘线字体 那你比如说 我可以指定三个字体 微软雅黑 然后黑体 然后呢 非乘线字体 这样指定之后呢 浏览器就会尝试去找 第一个微软雅黑有没有 如果有就用微软雅黑渲染 如果没有就用黑体 那黑体也没有 我就找一个非乘线字体 来进行渲染 这个就是它的Fallback机制 那第三个点呢 就是如何去使用网络字体 或者自定义的字体 这两个其实是一回事 只是说一个是从远程 去引用字体 另外一个呢 是从本地去引用字体 就是我们想在网页上 显示一些自定义的字体的内容的时候 你可以把一个字体丢进去 最后一个呢 是既然你可以自定义字体 那所谓的自定义字体的原理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规定 A长什么样 B长什么样 对吧 那如果我规定 A长的是一个手机的图标 B长的是一个电脑的图标 那我不就可以把文字 当做图标用了吗 那这就是所谓的IconFont 我们也会看一下这一点 好 这是关于字体的一些前置知识 那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 我们写了一个demo 大家看一下这个demo 我们首先在body中定义了一个字体 它叫字体家族FontFamily 但我们一般就是选择哪种字体的意思 这里呢用了一个字体叫做Monaco 这个是MAC系统自带的一个字体 然后呢写了一个hello word 你好 世界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刷新之后我们能看到这个字体呢 就是Monaco OK 这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那可以看到Monaco呢 它其实是一个等宽字体 这里面呢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是我们在调试工具 调试工具中有一个computed 就是计算之后的属性 那我们把这个点开 点开的时候在最下面有一个 rendered fonts 就是我浏览器是用什么渲染的 是用什么渲染的 好 这里就有一点意思了 Monaco呢它是一套英文字体 也就是说它里面是不包含中文字符的 那我也可以看到 hello word 这个是用Monaco 肯定是没有疑问的 那接下来问题就是 你好 世界 这四个字 然后加上中间一个标点 这五个字符是用什么渲染的 那这个地方浏览器告诉我们呢 用的是平方 那平方呢是苹果 所以iOS9和Mac一起发布的一个字体 那我们默认的话就是用的平方 那也就是说中文字体呢 它这个地方就是用了平方来显示了 这是浏览器默认的一个forback 这个其实已经讲到了我们刚刚讲的forback机制了 那我们可以更明显的看一下 如果我指定这两个字体 那么结果呢 仍然是不变了 这个时候 样式中 这两个字体是生效的 计算之后呢 它是分别使用了这两个字体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forback机制了 要注意的是 forback机制并不是针对一整个元素的 不是说body里面 要么用Monaco 要么用平方的 而是针对每一个字符 它都会去找 比如说hello word 这个h 它找到了 就用Monaco 然后一直到这个word d也找到了 用Monaco 到0的时候 就找不到了 那就往后forback 就找到了平方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写一个并不存在的字体 这个名字呢 你无法保证 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字体名字 因为说不定就有谁 但成了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作为字体名字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系统里面找不到 它就会往后面去放 forback 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的样式中呢 这三个字体都是生效了的 但是在渲染的时候 并没有字体用AAA去渲染 因为这个字体根本不存在 那同样的还是用Monaco和平方 那这个呢 都是属于forback机制 这个能让我们了解得更清楚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实际的生产中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写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Chinese Chinese 那就是中文嘛 这里是随便取的一个名字 我们指定了一个Microsoft的亚黑 然后同时指定了一个衬线字体 那也就是说 你首先尝试用微软亚黑去给我渲染 如果没有的话 请用衬线字体 好我们看一下 那我这台机上面呢 是没有微软亚黑的 这个元素呢 你可以看到 它渲染的时候 使用的是平方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显示平方呢 其实这是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因为字体名称 用引号包裹起来 这个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字体足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名称 字体足 是不能加引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改成这样一个样子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 它变成了送体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送体 SC 那这个正是送体 我们可以放大 给大家感受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送体的笔画 比如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端 这个端的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尖尖的 那这个你 它下面这里 是有一个尖尖 那这个折呢 这里有一个凸出去的 相当于两块三角区域 这个好 这一横 也是有一个三角区域 这种呢 就叫做称线 所以送体 是一个称线字体 那我们反观上面的平方 它就什么装饰性的都没有 头尾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叫非称线字体 这是关于字体 forback的 那么在我们具体写的时候呢 一般要求呢 是写不同平台下的字体 但是你要考虑到 哪个平台下面的 适用性更强一些 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 指定了平方 指定了灰软亚黑 最后呢 指定了一个字体组 monospace 那同样的 monospace这个需要把引号去掉 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用Mac的 那么就让你用平方去渲染 如果你是Windows的 就让你用微软亚黑去渲染 那如果你这两个字体都没有 你就随便给我找一个等宽字体 进行渲染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 把微软亚黑写到前面 把平方写到后面 会面临什么问题呢 因为微软亚黑在Mac上 还是挺多用户会安装的 尤其是安装了Office的用户 基本上都会有微软亚黑 那就意味着 如果你把微软亚黑写到前面 那会有一部分的Mac用户 也用微软亚黑来显示 但事实上在Mac上 微软亚黑的效果是没有平方好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种 只有一个平台有的写到前面 比如说平方写到前面 然后再把其他的写到后面 把定想要的 这些Fallback字体都写进来 比如说我有可能 如果你们都没有 我还可以指定一个黑体 这个取决于你具体的业务 那最后呢 我们写一个字体组 比如说这里是用等宽 那你也可以指定 用非称线字体 或者称线字体 所以一般我们在生产化军中使用 大概都是这样一个顺序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去看一些网站 他们的字体 都会写的很长的原因 因为他们要适配不同的平台 那在适配平台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 我的Fallback机制 Fallback顺序是怎么样的 哪一个字体 是为哪一个平台写的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呢 一个demo呢 是自重 但自重的话 我们也可以放到 后面的修饰性的元素上面去讲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先略过 略过之后 我们讲一讲 自定义的字体 那我们这个呢 写了一个class 等于CustomerFont CustomerFont 就是一个自定义的字体 那我们看一下 CustomerFont里面做了什么 指定了一个FontFamily 叫IF 那这个IF呢 它是在这个地方定义的 atFontFace 就是表示定义一个字体 定义一个字体呢 FontFamily 名字叫做IF 这个名字呢 你可以随便起 跟这个地方保持一致就好了 那SRC呢 是我们的 我下载的一个手写体 叫In the Flower 那这个字体呢 它的格式是TTF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字体 它在同一个目录下面 看到这个字体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自定义字体的定义 好 我们刷信一下 就可以看到 哎你好 Hello World 那这个呢 因为是一个英文字体 所以中文被Fallback了 Fallback之后还是平方 那我们看到 这个英文字体 它确实是已经是手写体了 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得更清楚 那这是我们自定义字体的做法 当然自定义字体 还可能面临一个 相似的概念叫网络字体 也就是这个地方UIL 我可以指定一个远程的地址 比如说Google Font的地址 那指定远程地址的时候 有一个点特别需要注意 就是跨域的问题 如果你跨域的话 一定要要求对方服务器 出具CORS的头 也就是允许跨域 那这个呢 就不详细展开说 大家要记得这个点 如果你引用远程的字体有问题 那么可能需要检查一下 是不是因为跨域的问题 同样的 除了引用远程的这种字体文件之外 你还有可能直接引用一个远程的CSS 比如说某一个网站给我提供了一个自定义字体 那么有可能直接Link 然后呢 REL等于Style 那这个地方可能是某一个网站的 XXX.com XXX.css 那这个CSS里面就直接包含了字体的定义 你在下面用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像这样 FontFamily IF就好了 就不需要这一段了 这也是一种引用远程字体的方式 那说完了远程字体的引用 我们刚刚讲过 就很容易想到 我同样可以去做图标 你可以看到 这个H 它为什么是长这样的 是因为这个字体把它定义成这样了 对吧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我把它定义成一个手机的图标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图标了呀 对吧 所以自然的想到 使用IconFont 那么IconFont就面临一个问题 比如说设计或者产品 给我一个图标 给我一个手机的图标 我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字体 那这里呢 就介绍一个在线的工具 这个是国内非常有名的 阿里巴巴出的一个平台 叫做阿里巴巴始量图标库 网址非常简单 iconfont.cn 到我们进去之后 可以在这边找到各种图标 比如说 搜索 cellphone 手机 我就能找到各种图标 然后呢 把它加入购物车 加入购物车之后呢 然后最后 从购物车里面 把它加入到项目 这个地方有加入项目 这里就不演示了 加入项目之后呢 你这个项目里面的图标 就可以构成一套字体 构成一套字体 你就可以把它下载回来 下载之后 我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已经下载的 下载之后 它会给你各种格式的 那比如说SVG ETF等等 这些有必要的话可以详细了解 那这里不详细介绍 它的使用方式呢 非常简单 连demo页面都给你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只需要按照页面的说明 第一步 引入下载的这个CSS 第二步呢 使用相应的图标就好了 图标是长什么样的 在这个地方都有 class都有 那上面也有demo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用的 icon-ostar 就是这个图标就好了 那本质上它是一个字体 但是呢 为什么直接使用这个I就好了 这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说的字符呀 刚刚不是说自定义字符 是需要先有字符 然后用字体把它变成那样的吗 那实际上这里呢 是使用了一个伪元素 叫before 也就是它在CSS中 把这个元素加进来了 加进来的内容呢 就是一个自定义的编码 就是这个地方的编码 这个编码是在字体中定义好的 编码完之后呢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before的元素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图标 这是字体图标的使用方式 我们通过demo呢 就更深刻的理解了字体 字体足 以及字体的forback机制 最后看了一下网络字体和自定义字体 以及它的应用icon-font 那这块的东西呢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也容易会出现在面试中 比如说多平台下面的字体 怎么样适配 那就是forback机制 那icon-font的原理 就是自定义字体 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但是只要你了解了 就会看起来比较简单 就会看起来 订阅